現在要開始的就是5月15號的PC賽決賽 由小月對上Ivan 兩個都是經常出現在高階上位的選手 不知道Rexon你有什麼評論? 其實我們來看看Ivan那隊 Ivan那隊是古拉多加蓋的為軸心 其實這個比較少見的 近來比較多是... 是鳳凰 Sorry 應該不是 顧家鳳 但其實比較多出現的就是蓋家鳳 對,這個比較少見 是雙火系的神秀 再配上Ivan很常用的歌德小姐 以及這個魚隊的...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魚隊的策略,下草缸 還有這個... 扭拉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再加上很強勢的Mega精靈 這個布榮園也很有用 小魚那邊就沒話說了 BIG6我們不用說了 又跳了 BIG6就... 其實招到你 很多九成的隊 都會有一個基本策略去針對BIG6 始終BIG6的能力 其實基本上... 綜合來說是... 其實... 算是最高的 不過... 被針對性也很大 所以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對... 對... 但其實你這樣看 Ivan那隊很明顯是針對BIG6 其實鳳凰其實是... 對BIG6其實很有大傷害 而且... 嘩... 更加不要說... 有這個歌德小姐 可能踩著你流暢 但其實我覺得 他不會出歌德小姐 怎麼了? 怎麼了? 他飛什麼 好了... 決賽的第一場正式開始了 看看... 雙方用到什麼練 Ivan呢... 就帶的就是馬納拉 和這個布永遠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場 而另外B小月呢... 就是戴修和古拉頓 兩邊都是一個奇古相當的手法 到底會發生什麼火化 就拭目期待了 首先... 就報名完一個Internity 降歸對面兩隻的物攻精靈的物理攻擊 古拉哥的毛租是有點差的 看看Ivan的精靈在速度上 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無論是下馬威 和本身基本的速度 都是有一個比小月高的優勢 要好看小月那隻的代手是什麼特性 其實我對面那隻馬納拉 其實他有機會去幫助我隔壁 就是報名完 其實有機會對面的代手是什麼特性 其實要考慮一下 當然 當然 如果你馬納拉 假設他是下馬威了 他就代手 報名完要做些什麼 可以要脫對面 其實都是一個需要考慮的情況 會是互拍的 互拍完之後 隔壁那隻會做些什麼呢 因為始終如果單純拍的話 只要拍最遠 喔 無法另一邊 一個轉就完了 小龍報名完的屬性 非常之優秀 最負這個古拉多 和威嚇 所以小月這邊就是拍 不過我覺得 就是拍了一部影片 就是 所以 所有的影片都拍完 都沒有 所以 所以 雙方的Mega精靈都Mega了 然後 需要這邊保護了 應該避免避下馬威的情況 然後 馬納拉下馬威了 斗拉多 需要毒中的對手 然後 開墳那邊 就用了一個高音 打回對面 然後一個Logic車 到馬納拉 不需要 還要一血巾 剪掉刀具 一定不是一血巾 如無意外 應該是命慾或其他特別的刀具 Ivan 這個回合 放了一隻馬納拉之後 會有什麼逆轉的方法 這個時候 把鳳凰出來 剛剛一隻打兩隻的鳳凰出來 又威嚇了對面 然後 降低了對手 代手的要脅 而且 代手也被高音打了 接近 小半血 其實呢 我昨天在台灣的 原本 我看到一隻很特別的古拉多 聖兵的古拉多 對面的報榮員 不停走 即是BOV的時候 要協助對面 我都見過的 聖兵的古拉多 對面的報榮員 黑死的古拉多 一下聖兵 因為很多報榮員 會在你面前 站著 想你不會死 不停高音 不停高音 來消你的血大陣 一下聖兵 很防備 對 就會一下子 爆死 這個時候鳳凰都很麻煩 對手來說 又有威嚇又死 很麻煩 好 高音 有一個QT打了過去 扣了很多 然後再生一個WH 因為威嚇的關係 剛剛又扣了一半 然後差點自殺 多就自殺 不成功 所以一個放山白狂 剛剛被人CT的關係 傷害真的有點低 好了 鳳凰到底會做到什麼呢 一個聖兵就打過去 在旁邊 就不要理到古拉多了 放山古拉多 我覺得真的放山古拉多 所以其實聖火是對的 也知道鳳凰的道具就是聖反 效果就是每回合 就會回十六分之一的血 其實很少 但這一點就足以影響戰局 有機會對面的鳳凰沒有回血的招數 只是靠聖反 對,不出奇 看來這隻不是磨的鳳凰 因為節省一點招數 不是磨的鳳凰才是聖反 對 因為節省回合 那邊就換回圖圈 對面的暴人員都保護 因為權力比較害怕 雙暴人員比較害怕 那些暴人員就做到傷害他 例如鹹馬威和特洞 你用多一點 古拉多是卡牆 古拉多是卡牆 現在是卡牆 現在古拉多是卡牆 真的好 喔 但說下了迴避 對 有機會聖火必中 怎麼算我 很恐怖 可以的 你做到了 睡吧 好 麻煩 這隻古拉多是卡牆 這隻古拉多是卡牆 蠻圈加1之後 會不會快得到我永遠 好像 不是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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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什麼都快 不夠快 不夠快 咦 為什麼不夠快 對 對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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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睡了 真的很安全 為什麼 為甚麼 偶爾被人聖火 看來小魚的同胸圓速度 不是爆速 現在是安全 對 但她的防禦是足以抵擋 高陰 那現在 Axon 就有一個 好大空間 好大空間 去強化 這隻神徒圈 需要照顧一下她 對 剛剛我說完圖圈不夠速 馬上再升多次 給我看 不夠速 四級速 會不會下天又升回飛 不夠速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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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xon強化 真的強化 安全情況 看一下 這次 下場 下場 風雲有機會醒 不醒 還沒動 還沒動 風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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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不舒服 好 我的開口 降到一級速 但是我吸收也會很 可以拜我為師 開口 那 那 恩生一下 陶圈圈已經升了三級速 和一級 一個針盾 應該都被人針對 這個針盾就非常合理 然後一個妖精閃光 就搞脫了這個 浩域園 那些鳳王 就不要叫醒醒 那些醒就打到哪邊呢 好了 鳳王醒了 一個被撞進去 哎呀 頭退 打錯邊了 看你又是繼續躺 走開了鳳王 好 選錯了 真的是 即是鳳王 就說 看看我們先升什麼 哇 升了命中 還沒辦法 降回避 現在升了兩級命中 三級速度就另一級回避 哇 這個是桃圈 那時候不是說禁桃圈嗎 就是世界賽了 講一下而已 你又贏了 那既然官方都會考慮 大家是時候用了 大家知道他有多過分 一人一圖導犬 朋友遠離我 不要跳 我們一起玩抽籤 抽籤外圈 裝光粉圖導犬好像不太好 一個月精神光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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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級命中 你現在是-1回避,但是4級命中 3級衝 4級回避,3級衝 這隻不就叫... 沒有敵的吐槽 這隻不就叫... 醒啊,圖導圈 醒啊,圖導圈 圖導圈沒有分到會分 醒啊,古力多 醒啊 斷奶之劍 啊 也沒用,我剛才是強反 斷奶之劍 哇,斷不動啊 斷了就有了 我和衝啊 降速啦,降速啦 也還有兩級衝啊 也有兩級衝 算啦 圖導圈有時候就不會斷的 其實很幫助 是時候要爆了 不用了 太邪惡了 保護沒用啊 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動啊 真的沒辦法 他就算保護了下 turn 也會被人睡醒 錯了嗎 會錯了嗎 很大力 不是啊 小寶第一槍是 小寶 你大壓力 這些圖導圈 我更大壓力 小人現在要怎麼放水 要下面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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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要 多久之前那邊 上面那邊 小小姐 小小姐應該沒有來了 小小姐在台灣 小小姐在台灣 也在台灣 有多少去了台灣 小巴小小姐 小小姐 小小姐 阿漢 然後 然後我們senior的Asmart 又Roy Sir 是不是查理 Roy Sir去了 小月 剛剛回到小月六個 我的 Wolf好逸 我剛來跟他打完 6個 小小哈哈哈 小月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Morning 我有創意 有利用BQ6 怎麼是低地產光的 等小小姐回來 那邊打我 修練阿 戰鬥 是誰? 真的嗎? 真的改了名字 我都覺得奇怪 我都覺得他很不熟面頭的ID 又是黑痕 昨天有什麼人拿好成績 這個ASMENT是SENER的冠軍 不要說他 然後是黑痕八強 其餘也沒有黑痕八強 太好了 看回手法 這次是馬丟拉加鳳凰 很想玩順風之類 另外這邊又是夏馬威加火加菲 兩邊都差很多 差有點遠 這隻鳳凰 對面那隻Mega火准 大家忘記 原始回歸 鳳凰獵盆重生就是火准 成長一會 不,獵盆重生 先進火鳥 然後就是鳳凰 證明任天堂 Pokemon設計的部門 有一點不夠創意 火咖啡也這麼多隻 還差不多 都是紅色 死了火咖啡一定是我 什麼時候有特別的屬性 毒咖啡有沒有 可能有機會有新版的SM Moon是 大家覺得Moon是什麼屬性 看回來了 Ivan又換走了八樓拉 還有一個威嚇 其實威嚇到對面那兩隻 都不是公手來的 這個必中的威嚇 基本上不像 古拉多那樣 現在代秀他就Mega 有機會下馬威撇了一隻 其實我也覺得他在拍紅王 我死都拍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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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眼睛 火准真的是上風 那鳳凰會不會跟著上風呢 鳳凰會不會跟著上風呢 鳳凰會不會跟著上風呢 那時候我是不會出聲 我是不會出聲 剛剛 今天代秀好幸好沒有燒著 今天沒有禍及妻兒 禍及妻兒 有小朋友在 其實是甚麼格是甚麼格 就是兒子跳出來 其實兒子才是主體 今晚是機器 其實最大力的那一刻 兒子那一刻 第二下是媽媽打下去 有什麼警察 誰可以打誰 真的有那些時候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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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我的 說錯,大家不說話 不行,我們兩個不斷被人殺 是時候被人解僱 代手一個DOPH,應該是霍雲蓮 我真的蠻害怕,說錯 一個crit,不crit也死 一個無禮的CT 鳳凰應該是收了一隻 收了一隻 有沒有機會打不死燃燒雀呢?是沒有的 最高燃燒最低燃燒 最高燃燒最低燃燒 唐尾 對 燃燒 真的很針對小玉的燃燒 正如剛剛一開始 鳳凰很厲害,但很難用 很難組一隊 始終浪費一個神獸位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在神獸位 放一個防衛的精靈 放一個攻擊精靈呢? 所以很難 有很多攻擊精靈 但是差一點都在想 我現在不用古拉多 還有吃顏斌也有問題 顏斌也有問題 顏斌也有用來黑古拉多 對,你用來黑古拉多 可以買東西嗎? 黑馬威羅的黑古拉多 會做什麼呢? 我猜鳳凰都是戰鳥的 好,我猜葬也有 六七不錯 五位拳來的 不得要火推 我想一下,預理蘇趙哥這次就是戰鳥了 火推? 火推? 火惠有病 不會多戰鳥 這隻都正確的 因為始終剛剛第一場也透露了古拉多的消息 單挑上來說應該不會夠復皇巡邦 沒有必要理會他 又來這場 神秘套徒 神之徒徒登場 就像阿明所說 復聖班就靠徒徒 主角在最後登場 壓軸出場 神秘套徒 神秘套徒的壓軸會不會帶到什麼化學反應呢 但要留意對面 就算這場徒徒徒想留下一場看看有什麼變化 其實對面很危險 神秘套徒徒可能算有人保守一些保護 升一升級都不穩定 神秘套徒徒 神秘套徒徒最難決定 神秘套徒徒很爆 神秘套徒徒有 神秘套徒 神秘套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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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啊!神經病! 升防的時候Follow Me 這邊硬逐出場的是一隻地縮星 我是精靈 我個人覺得暫時Ivan那邊比較有優勢 始終他有... 他的精靈是黑死對面的古拉多 真的沒有了 怎樣保護也沒有了 就算現在淘淘圈某程度上 如果他是一血筋去弄 他破了一血筋都沒有 最多只要喊一招 而且也肯定不是束磚 如果束磚也有頭痕 束磚淘圈很方便 在瑞士製的BO1上面打到草成石頭 但是打到BO3就... BD那隻淘淘圈 BD那邊B輸了 如果束磚淘圈很厲害 看來真的是薄磚淘圈 看來真的是薄磚淘圈 這隻淘淘圈大家留意是女性來的 所以大家看不透他的心 是很正常的 他想幫你的時候就不幫你 你想去幫你的時候他就不幫你 你不想去幫你的時候他就幫你 這是歌劇龍神裡面的善變的女人 是善變的淘淘圈女 女淘淘圈 升防 對不起 炒了 他升完兩級磚跌回一級磚 但是都... 唉 要不要升防迴避 死磚淘圈 死磚淘圈 死磚淘圈比較厲害 女的東西掌握不到 幫你一次 扶你一把再賣你 所以VGC16就是這麼刺激 這麼不好玩 這麼好玩 不要這樣 Ivan還... 後龍神 原來有Rever 不是啊 我都說有 是你說沒有 你說沒有 是你說沒有 是你說沒有 是你說的 是你說的 心意不定要說 徒弟升什麼呢 噢 噢 噢 折折 我拿了 古拉頓一個 一花環帶給對手 的古拉頓啊 沒有啦 好多 吃粥吃飯看你了 對面那隻只會吃火招 和地面大招 是說的 是說的 不是我講古拉頓 不是我講古拉頓 是說的 是一虎王 是說的 飛火 是說的 是說的 保護的 可以 可以去佔 基本的四招 基本的四招 其實四招都出來了 但是古拉頓四招都出來了 第一場都出來了 他就是敲捕的 古拉頓 CD CD就有機了 嘩 嘩 好漂亮 靠毒心 靠毒心 葡萄犬也是一個勝利的關鍵 道理會升了什麼呢 升了迴避 降了什麼攻擊 沒有問題 就算升迴避 都不可以相信他 我試過升了六級迴避 照中 最真人你玩迴避 好假啊 抖頭腿 很假的 奧頭腿 好像還沒死 還沒死 猶猶狼 古連寶 然後做一個火山反法 反法 鳳凰 被人摸到 旨血 那是 我怕死了 對方 打他吧 做隊伍很煩 射洞斯是傻的 鳳凰保護也很合理 想搏多一點 小血 我想問 古拉頓有沒有火牙 古拉頓有沒有火牙 火牙 火牙 不奇怪 難道撞到他嗎 撞到他就輸了 剛剛鳳凰幫人撞到他 為什麼會出現呼呼聲 自己也要死 撞到自己 自動送死 保護 但是 好像是寶滿 PP戰 現在戰幾多下都沒有 應該撞多兩下 都要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飛去一分鐘之後 大家可以飛去一分鐘之後 不行 只有這一回合 都撞多了 45分鐘 5分鐘 好耶 完了 好耶 因為Ivan 又追上一場的關係 看來我們要進入BOV的決勝五局 好煩啊 磨東西真的很煩 所以都是替身鳳凰是不是很厲害 但替身鳳凰有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他就跟這個Babber重疊了 他有沒有其他招合適用 飛人蜜招 因為說龍點精美不錯 沒有 說一下而已 神經病 不用這麼啪 不用這麼啪 不是啦 瘋王就算是 BIG SIX挺厲害的 一對上奎有卡 很難的 下一個是 奎有卡 原來他也沒辦法 但是瘋王 加奎有卡很厲害 加一隻小船 不行 不過 我覺得奎有卡 加火盡也是好一點 兩隻都各一各好 主要都是為了處理火和草 對 對 說程度上來講 其實瘋王真的很內疚 我覺得 超內疚 他可以撞到Axon 如果你剛剛對面 是一隻火盾 再對一隻虎拉刀 真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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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都挺刺激 因為始終 輸了兩次的Top Cut 都對到瘋王 對 不是 他第一次的BGCN6 第一次冠軍是用這個蓋鳳 是用這個鳳王上位 但之後就給鳳王各種阻止 正常 因為其實現在的BX6的數量都急降了很多 誰開始用鳳王 誰就要被制裁 這個鳳王大棄者 順帶頭我也用鳳王 Hugo到現在都還沒到場打過 有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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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輸了過來幫你 不要貪家 很傻 如果你拿了冠軍 追不追到Top 4 追不追到Top 4 我覺得未必 就是拿了冠軍都追不到 要看其他人怎樣長分 就說他真的 不過那天應該會多很多不同人 以及不同人都會帶去最好的狀態 現在要宣傳一下 現在 到時6月9日 在尖沙咀I Square 將會舉行 一連一度 香港最大型的Pokemon比賽 城市 這個National賽 看看現場 Ivan的手法 暴榮月 再加馬鈴 然後 小月那邊 就是雙火火 再加暴榮 古拉多 我會說 我常覺得 Big Six 因為雙Mega 很容易 猜到他 帶Bans 4 精靈 但是你猜到他 帶Bans 4 精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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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現在 帶火盡 其實後面 有陶寶圓的機會 比較小 因為太多輔助營 就有點難 因為你帶完雙神 一隻Mega 就沒有機會 帶最後一隻 所以通常都不會 帶 就是兩隻 我們叫做Normal 所以 火盡和陶寶圓 基本上是2-1 除非你就不帶 神或不帶 Mega 或者只是帶一隻神 對 不帶神 或者不帶Mega 好了 那阿布永遠就正常 Mega 變成了狐力鏢 那狐力鏢 會做什麼呢 夏馬威 我猜應該都拍得很準 因為不想他不開心 所以幫他下場 就做什麼 那看來 應該都是高音的 高音應該不死 死了 不死 不死 一個磨山爆發 馬威又死了 換輸了 馬威又換輸了 下馬威就離開了 那當然 火盡其實 其實火盡一天未死 其實一天就很厲害了 他又可以 順風又可以 用這個箭料去殺 或者保護 玩死你 對 保護玩死你 看你怎麼玩 對 對 尤其是現在去順風 你又不可以殺死 他 待會被他被捕 用一個小死血 換一大堆血 其實真的很不敗 很麻煩 這隻火盡 正常 正常 回到順風 送回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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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又順風 打回軸 鳳凰島 打哪一邊 就很關鍵 到底會不會真的打 哎呀 真的沒有打 煉鳥的時候 又是看煉鳥 風風車 都來撞 煉鳥 所有東西都是火盡的戰鳥犯罪 火盡不是最快 很明顯 你看 其實剛剛很明顯 小月這邊是想順風 原來送走自己 就是 那種等其他東西上來幫忙 但是 對面其實都可能想到 這個東西都 都 因為煉鳥犯都馬上來順風 希望不要被你拉開 有這個速度上的優勢 好了 火盡會撞 撞哪一邊 那邊 那邊 炒出來了 那邊 那邊是不是撞放黃 那邊 這下高音真的痛 哇 這下 死啊 好洩啊 拜拜 一定有FaB 沒有 comment 我知道但是 其實不太古拉多 我的鳳凰真的太難打了 真的鳳凰太難打 沒有代獸也是一個問題 代獸未必是最難打 代獸分分鐘又被人出來 是因為沒有攻擊 又被你的鳳凰燒一燒 又沒有攻擊又被人打 因為始終可以多分下馬位 還有陶瓦丸 輔助陶瓦丸出面 輔助陶瓦丸出面 現在唯有輔助陶瓦丸的升降 基本上就影響著這場決賽最關鍵的位置 現在走過去跟Ivan卡大人都贏了 謝謝 我們的比賽關鍵 最後一場仍然跟頭兩場一樣 將重點放回陶瓦丸 到底陶瓦丸的升降是怎樣升降 好棒 葡萄丸 哦 哦 哦 沒錯 小瓦丸的升降到陶瓦丸 抽速贏了 先解決對面的龍 Ivan都剩下最後兩隻 然後Ivan這邊一個聖火 打到陶瓦丸那裡 燒不燒都打不死 然後再一個打火 打下去 一個逆轉波打出來 一個很漂亮的逆轉 真的 就算陶瓦丸不勝速也很有用 留意花點 其實小瓦剛剛那幾場都會見到她的陶瓦丸速度 其實真的不是很高 所以她的陶瓦丸是 其實可能一早薄 大概都不會太少 對 對 我也覺得 一轉逃亂她 內狗很厲害 我覺得 又 有教過 很厲害 對 我起碼硬個雷超 哈哈 垃圾雷超 硬個雷超 和馬拉拉 很難說 一個防防 希望 古賴刀會用法雲技擋 古賴刀會用 我 打出來 單體技 解血套斷 死不死 死一下 沒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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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收回鳳王 情況變成一個一對一的局面 到底六四垂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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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 poker